怎么回事啊 电话也不接 只能跟你留言了 咱俩上次吃的那顿早茶 是挺难吃的 早就跟你说了 别相似那种 被打了五颗星的餐厅 好多都是假的 三星半就挺好 最多四颗星 真是 不过 我还蛮想跟你讨论一下 那天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吃着吃着就哭了 问你你还不说 其实你小时候挺好的 小时候你难过的时候 会穿得像个季女似的玩命的喝啤酒 喝多了就蹲在路边摊肩饼 边走边鬼哭狼嚎 第二天又跟没事人似的 但是那天看你别扭那样 你说怎么连吃东西都不快乐了 然后在大街上使劲跑 是怕谁发现你是的 我告诉你不是你的问题 真的是菜不好吃 但你说吧 餐厅难吃你就给它打一颗星了 你为什么还哭了呢 怂 好吧 开玩笑 我其实只是想念你的粗鲁 担心你的小心翼翼 我站在远处 看见你在燃烧 火焰烧得越来越旺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我发现我都只能隔着火望着你 是不是有一天 我都进不去了 我只是害怕你孤单 给你看我眼前的风景 黑咕隆咚的 远处有那么一点灯火啊 我现在一个人在外面 这几天在旅行 刚有时间回复你 我说你能不要这么煽情吗 我怎么了 我去年在外面出差的时候 还在客户面前 摊了个大煎饼啊 我跟你说了嘛 后来那个客户 再也没有找过我 你就是喜欢看我丢脸 跟你说啊 我在上海天气最好的秋天 偏偏跑来 一直在下雨的重庆 坐在山上 瑟瑟发抖地吃火锅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可能就是想出发 去个陌生的地方 在某种与自己生活 无关的场景里 泡个热水澡 看看窗外的风景 你说我小心翼翼 我觉得对 毕竟过去很长的时间里 我都在选择和这个世界 吃身肉搏 刺激 绝对刺激 爽 你说到燃烧 对 我经常感觉到 一种炙热 以及对于 人烧带现后会带来 空虚的恐惧 但是你知道 当我看到大厦的底端 那种在黑暗和潮湿的 空间里的生活 我会想 我在乎的东西 还有意义吗 什么恐惧 什么恐惧 这个世界真的太荒谬了 一个人能做的 就是努力去抓住点 自己在乎的东西 我只能放任这种 会被嘲笑的浪漫主义 我要把所有的勇气都攒着 在每一个合适的机会里 去说那一句 我爱你 你说的脆弱和胆小 为现实变得小心翼翼 在黑暗里都看不见了 我会祈祷他们坠落 我希望他们坠落 我希望即使是在 炙热的火焰里 被燃烧的时候 即使会胆小 偷偷流眼泪 但是仍然记得 什么是最珍贵的东西 然后用一辈子的时间 提醒自己 除此之外 我没什么要说的了 非要说 就是那家难吃的茶餐厅 肠粉完全没嚼劲 粥呢 像是粉冲的 水晶虾脚里都是淀粉 金钱赌 像是塑料皮 结账居然还要三百多块钱 真的是要气死了 这难道还不值得流眼泪吗 大早上起来过去 就是要吃到开心嘛 下次听你的 找一家三星半的 四星的也行 只有回头客的那种 苍蝇馆也无所谓 吃到开心就好了 就这样了 下次聊